健康监测 跌倒报警 智慧装备如何助力家庭养老 智能药箱 智能床垫 娱乐陪护机器人 如何为老人提供精准服务 互联网加智慧养老服务平台 如何加速养老产业发展 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我们划解了多少出行难题 数字钱包 智慧消费 又是何等神奇的购物体验 数字经济 智慧赋能 万物互联 智慧时代已悄然来临 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财经节目中心特别报道 美好智慧生活 在国内养老机构和养老院 我们看到许多智慧养老设备 这种传扰解释器以前 我们都是靠手动遥控去控制它的升降 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 它可以通过语音去控制它的升降 您看 我给大家做个演示 我先躺在这个床上 一号床 背部下降 背部上升 背部上升 你看这样的话老人就不用到处再找遥控器操作这个床 同时呢 护工呢 也不用了这个非得放下手里的活再去操纵遥控器 它可以边干着其他的家务活边用语音控制 这样的话呢 就提高了护工的工作效率 这款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起身沙发 一号沙发 一号沙发 我要起身 沙发你起来 我要休息 智能化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 老年人也可以享受到5G智能化的给他们带来的便捷 如今老年人对智能化产品的接受度越来越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通过打赏的方式跟宠物做更多游戏 获得更多乐趣 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 5G等信息技术和智能硬件 已在老年用品领域得到不同程度的应用 智能交互 智能操作 多机协作等关键技术研发水平不断提升 康复训练及健康促进辅具 健康监测产品 养老监护装置 家庭服务机器人 可穿戴老年服装服饰 日用辅助产品等适老产品不断涌现 尤其是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智慧养老产品 可以说是不断升级迭代 这款康复外骨骼辅助机器人能够进行运动意图识别和智能交互 帮助失能老人进行下肢运动康复 相比大型的康复设备穿戴费时费力的麻烦 具有轻便易操作的特点 就在患者刚开始训练的时候呢 我们会被动地带他走 然后呢 使他适应这个过程 规范他这个步态 等他逐渐恢复到一定程度 自己可以动的时候 我们会减少对他的辅助力 或让他自己主动地去运动 他走路的过程当中起步的时候 就是为了避免让他一下子起步太快 而有一个由慢到快过渡的过程 如果有需要紧急停止的时候 我们会去拍机停 目前有需求的失能老人 可以在大型康复中心 接受这种外骨骼机器人的康复治疗 随着需求规模扩大 使用成本也会大大降低 另一款下肢助力柱形外骨骼机器人 主要是为腿脚不变人权 下肢乏力人权 不太异常人权提供助力行走 融合了基于人体姿态的智能助力算法 能够快速响应人体下肢的起停转身等动作 当人抬腿时动力主动输出 停步时动力同步停止 这是一款全自动床椅一体化机器人 即护理床功能 电动轮椅功能 一味功能于一身 可远程协同 将老人的一些体征数据和日常运动轨迹 实时同步给监护平台 便于为老人做更精准更精细的护理 让老年人 下肢瘫痪 术后康复等行动不变的人权 实现自我顾理 并且可以扩大自主活动范围 随着人脸识别技术的不断成熟 全国各试点地区的社区老年餐厅 也都推广了刷脸支付功能 更精准的为老人提供就餐服务 无锡市依托智慧化数据平台 发放社区老人用餐福利 不论是社区集中用餐 还是送餐上门用餐 老人都是通过人脸识别进行身份验证 并在平台上记录 除了老人用餐 人脸识别技术 还被一些养老机构用于老人出行管理 防止失智老人意外走失 江苏省无锡市是全国最早步入 人口老龄化和深度老龄化的城市之一 截止到2021年底 60周岁以上人口达147.38万 占人口总数的19.75% 这座城市已经深度老龄化 在全国各试点地区的 未老服务中心 社区养老院 智能与烟药箱 生命数据收集智能床垫等 智能化设备较为普遍 人工智能技术 也在养老领域大受欢迎 上海未老服务中心 配备用UAC短波子外线 加消毒业物化 来进行环境消杀的智能消毒机器人 杭州合肥等地的养老中心 配备小图阿铁等功能多样的 智能机器人 为老人们带来资讯娱乐的同时 还提供了情感上的慰藉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老年人对自己的退休生活更加追求品质 注重健康 注重身心愉快 老年人在公园健身慢跑 跳广场舞 时装表演 参加老年大学 生活过得多姿多彩 对于自己的养老问题 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 养老还是居家养老好一点 这样比较自由一点 这是根据我们自身的状态 我们自身状态目前还可以 自己在没有失能的情况下 当然居家养老还是比较好 如果居家养老真正能够随时监控 能够随时发现问题 随时得到帮助 那可能还是比在养老愿意自在 在随机的采访中我们注意到 大多数的老年人都愿意在家养老 调查数据也显示 我国大约90%的老年人都是居家养老 那么居家养老的安全问题怎么解决 有哪些智慧设备可以帮助老年人 更舒适舒心的居家养老呢 我们首先来到了安徽合肥 合肥在2021年全国120个城市的 养老服务质量测评中 取得了第一名 合肥是一座科创之城 那么智慧科技对于合肥的养老工作 有什么样的助力呢 接下来我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王德元老人今年78岁 十几年前突发脑梗 失去了行动能力 经过多年治疗和积极康复锻炼 如今王爷爷已经能缓慢地自主行走 每天清晨天还没亮 他就起床了 他时间他过得很讲究的 就是每天三年晚就起来 起来把家里各个私私说话 就开始烧做饭了 现在就参加个公报 有十个万年 不行就是不行了 不要慢慢去学会买 如今王爷爷尽可能自己打理生活 还积极分担力所能及的家务 每天清晨都要步行到附近的街心花园 去锻炼身体 风雨无阻 由于行动不便 普通人只要两三分钟的路程 王爷爷得花十分钟 途中还会经过一个红绿灯 老伴不放心 想陪他一块走 常常被老爷子坚决拒绝 只能悄悄跟在身后 半年前 王德云老人所在的社区工作人员 为他申请到了家庭养老床位 免费为他家里安装了全套的 智能安全监测设备和辅助用具 这才让老伴的心放下来 给老爷子转了一个护士床 那个日运那个床 能走啊 能打开 能打开 能要起来 老爷子想想有什么时间 他可以拿走了 警控不进去 也不放心 我晚上睡不着的话呢 我就把这个视频打开 看到在干什么 在睡觉啊 他人也来家 他每个月都 一来一至两次都打电话 问一问 对我们家很照顾啊 我们很感谢 这些为居家老人提供的智能设备 都由政府出资 具体的设备 可以根据老人的实际情况来调配 同时社区还引进了24小时 实时智慧养老管理员平台 统一管理数据 及时排查风险 目前我们主要是实时预警 像烟杆啊 燃气啊 还有老年人的紧急呼叫 第二类就是健康检测类 像我们的血压值啊 血糖啊 如果我们的长辈发生健康预警的时候 我们会有弹窗 就会提示 像是如果未处理的话 会显示是红色的 它会提醒你这个长辈有 比如说血压过高 然后你就要进行一个健康治导 因为我们都是医护团队出身的嘛 从我这个层面 可以进行生活干预的 我会直接跟长辈进行沟通 如果不处理会有什么监管措施 它这边谈品会一直出现 直到你处理完成为止 然后我们的系统当中 平台都会有记录的 合肥市摇海区打造 站点运营加医护到家的 15分钟养老生活服务圈 这个服务平台 也为大约1500户家庭提供了 家庭养老床位及居家养老服务 覆盖的人群能够达到20万左右 我们直接可以在系统当中查看 长辈近期的一个整个健康状况 这样就会更多的时间去服务长辈 现在老年人好多都属于居家独居的长辈嘛 子女也不在身边 所以他们很需要陪伴 我们每个月正常是有医护上门的 然后我们这一块给长辈进行回访的话 长辈会觉得很开心的 除了生活场景的实时监测和健康监测 老人在家里经常会遇到突发疾病 或者跌倒等应急情况 这些情况对老人来说非常危险 如果不及时发现 有可能危及生命 现在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智能设备 来及时发现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一个养老社区 那么在这个养老社区里 居住了1000多户居家养老的老人 据说在这1000多户里面 有40多户老人安装了一种特别厉害的设备 那这种设备到底是怎样工作的呢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在这个养老小区里 所有基础设施和室内装修 都进行着统一的试老化改造 一部分住户还自费安装了安全检测设备 方可 胡志坚老人家 在半年前安装了一套毫米波雷达智能设备 但是最近技术人员无法收集到他家的实时数据 担心老人的身体状况 因此赶紧上门来查看情况 上次出远门我就把拔掉了 然后回来了我怕系统接不上 我就没有再插上了 您如果外出回来之后 要及时把它插回去 然后过两分钟之后 它就能自动重启 这个系统就会正常使用了 但最好您就不用去拔它了 因为这个它不浪费电的 好的 我现在帮您检查一下 我再给您测试一下 阿姨 我要测一下 电上 电上 哎呦 真不好意思了 好了 这设备都正常了 您听到这个也得放心 原来 胡志坚老人是担心 毫米波雷达里面有摄像头泄露隐私 所以才将设备电源拔掉了 技术人员告诉老人 这款毫米波雷达不需要收集任何图像数据 可以无接触式监测 老人如果长时间滞留或者意外跌倒后 能第一时间在现场发出警报 并向手机和系统平台发送提醒 相关信息数据可以本地化存储 无需上传至云端 老人总算放心了 这个灵敏度高一些呢 对于我们没有什么影响 我们多收到两个电话 即使我24小时待在家里 也没有办法全时间接控老人的行动 那有了这套系统的话 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除了卫生间的跌倒行为 毫米波雷达侦测系统 儿子还为父母的卧室 安装了一款 人体生命体征毫米波雷达监测系统 能精准监测老人的呼吸 心率 睡眠状态 坠床风险 他家的厨房 还安装了安全智能告警系统 一旦烟雾或者燃气超标 会进行预警提示 并自动关闭燃气发门 你家厨房也装了 厨房装它正有用 那天两个炉子都在烧 那个气压子上来了 震气大了 哎呦报警好响 是也好响 我们正好在客厅里面 听了不对 赶快一去看 那如果是吃火 有烟层的比较大 那肯定它就有反应了 明明度很高的 那么风可家装的新款毫米波雷达 与以前的穿戴式监测 或者图像监测设备 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他们把微波探测的结果 以是或者否的方式 直接进行输出 把算法呢 集成在这套系统里面 从用户角度来看的话呢 他们只得到了 是或者不是的结果 是跌倒了 还是没有跌倒 他们把产品呢 就是准确率做到 接近百分之百的时候呢 可以让用户呢 没有任何担心 居家养老的老人 大多患有慢性疾病 常年跑医院不方便 但日常生活中 又少不了专业的医护指导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家住重庆市沙平坝区 于贝路社区的 吕青宁 今年60岁 刚刚退休 五年前 常规体检时 吕先生被诊断为 糖尿病合并脂肪肝 每天早上起来 嘴巴特别干 这个嘴皮这个地方 再一个是身上浑身乏力 睡眠也不太好 像吕叔叔这种情况 其实当时是很危险的 空腹血厂达到14.6 像老年人 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就怕引起一个 糖尿病高深性昏迷 为更好的帮助 患有糖尿病高血压 等慢性疾病的老人 沙平坝区 于贝路社区 引入了微步有约 互联网健康服务平台 这个小程序 由陆军军医大学 健康教育科普基地研发 为社区老人免费提供服务 吕叔叔呢 他就把他的平时 每天的运动 饮食 还有他的一个用药 他都及时要上传到 这个小程序 然后我们就通过 这个小程序来做一些评估 和下一步的一个指导 随时的一个用药的 这个调整 我早上呢 一起来 我第一个任务呢 就是先把它打开 把这个手机打开 把这个点上 点上以后呢 点个红星小加号嘛 啥那些 完了以后呢 把自己的部署呢 就开始记录下来 就说每天要按这个 上面的要求呢 就时时才看 基本上要走到一万步左右 天天都是如此 经过权威团队的科学指导 吕青宁目前血糖控制的 非常平稳 服药的剂量也减少了 于贝露社区建立的 这个服务平台 已经覆盖本地 60岁以上居民 约有30万人 居民完成智能体制 追踪自查 将近一万五千人次 位于重庆市北辈区的 这家养老中心 依靠自主研发的 智慧康养平台 借助五感式智慧居家 终端设备 实时检测老年人的心率 血压 呼吸等健康信息 用自主科技与医养相融合 依托大数据的智能分析 为老人提供专业的 康养医护服务 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多 人口老龄化速度快 国家卫生健康委 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2021年底 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达2.67亿 占总人口的18.9% 全球每四个老年人中 就有一个中国人 如何让老年人 度过幸福美满的晚年 老年人如何养老 切切实实需要得到 高度关注和关爱 从2016年到2020年 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开展了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 中央专校彩票工艺机 安排50亿元 支持覆盖所有省区市的 203个地级市开展试点工作 将支持探索多种模式的 互联网家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模式 和智能养老技术产品应用 纳入重点支持范围 目前智慧家互联网家养老服务 已在各地广泛推行 信息技术与养老服务 呈现深度融合发展态势 如何运用智慧管理系统 更好地为老年人服务呢 各地有不同的创新做法 江苏省南京市 这几年启动了 全市层面的时间银行模式 时间银行是什么概念 它是怎么为老年人服务的呢 简单来说 时间银行就是 年轻存时间年老享服务 时间银行管理系统 利用区块链技术 以储存时间币的方式 实现志愿服务的记录 管理和存取对话 志愿者在为老年群体 提供服务的同时 也为自己将来的养老生活 存储相应的服务时间 共有五万多名的志愿者 他为我们的老人提供了 有效的应该说 丰富了他们养老的一些需求 如果我们能够把社会上 所有有专业技能特长的人 转化为我们养老行业的 应该说志愿者的话 至少可以缓解养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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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从赵明镜灯到智慧镜灯 从普通镜牌到智慧导览牌 从人工点餐到智慧点餐 如今的智慧商圈还有哪些变化 手语姐姐 无障碍智能导览牌 又是如何改变残障人士的智慧商圈出行生活 民国时期的地安门外商圈是什么样子 AR技术带你穿越千年 来一场古今相遇 欢迎收看美好智慧生活 智慧商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